早初來到張國府,剛進來碰到你如,得姐董卓在內的要識,便經自盡去。 酒力量,吉手一聲,有小童出來,告姐董卓在要識,下人們都再用自己的事,正走著, 一個女人笑了一聲拿你去,早初經了一下,開老是一指矛。 方才穩著,見了董卓這後,董卓問今日怎麽為的這晚,早初月視作地雷若的圓蓋。 董卓立即讓女報去選好話急早初,女報走開後,早初冰茶倒水侍奉董卓。 不必配人,董卓困佛睡覺,早初拔刀正準備行事,董卓哭了早初一聲。 正考女報回來,早初立馬跪下月要獻刀,董卓收下定要逃操出來看馬。 早初盡勢欺碼出去,女報感覺不對勁,回房間告姐董卓, 剛才早初視乎是要行事。董卓覺得有理,正好你如歸來,你如獻計,可照早初, 他日歸來,鬥是獻刀,若不黎,鬥是人者。 他日歸來報曹操已經逃出城內了,早初再相撲行者這一段的表現是很精彩的。 一路上表現的神色字藥,進入內間,先握手一下,果然老了,如果他竟致進入, 保不准貴有很多人盯著你,行者不成立馬獻刀,可見他的反應者快, 這一點是我們普通人要學的,隨機應電視處世的一個很重要的能力, 早初走出雙虎後立馬出城,表現了早初是一個很精靈的人。 他知道董卓也不傻,稍後肯定會反應過來的,早初真是一個令勢英雄啊。 早初牽馬走後,呂報告者,董卓也見人了,為甚麼嘗試讓早初跑了呢? 這裏予要人為的部分,但主要是老天在道者,孔子月,進人士,聽天命, 但是是天在道者,董卓多行不義,自然他貴受到懲罰的,做粗謝謝能夠逃掉, 是因為老天使安排他做大事的,而不是讓他去做一個寫客的, 這個場景跟當年將良事實尋者王是一樣的。